那么我们车都什么车时候上的机会开开 我就以为你要输这个话 所以我一定把它卖 哈喽大家好 又是熟悉的脸孔们 被喷爆的飞猪和一个现在减肥成功 你看这强调先不一样了 眼镜一换的我们的腕爷 那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呢 飞猪它有一台S4 听说是在您这弄的 对我帮他弄了一些东西 来吧说说弄了些啥 无非就是涡轮的压力烦暗器 程序 那提升怎样 我想想啊 它原厂多少片 200多了 280多 280多 280多到500 接近600了 580多 那么多 在轮上580多 280多到轮上580多 对3582的涡轮吗 就它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它有没有提升潜力之类的 虽然它很多装配 EA839 3.0T发动机的车是买菜车 但是这发动机的潜力真的是很大 而且千万不要看不起这些买菜车 比如说Q7 Q8 A6 A7 这些车你真的惹不起 你不知道它改了什么 就是EA839像飞珠那个车 它那么改 属于入门级改装 它那个车还没有动过发动机内部的任何东西 就没有什么断道 对没有强化发动机 用下有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平常开着也很舒服 它那个涡轮我记得它这样子一个涡轮是正能通 那它有什么就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这种设计 涡轮的位置还是比较局限 比较拘促 你想换更大的壳更大的涡轮就很难实现 要改它的机率底座 要改什么进气管 一大堆东西 挺麻烦的 位置比较尴尬 对 位置挺尴尬的 对 然后原厂的话应该是中冷比较差 就是S4的原厂中冷特别的不好 就是如果要改装的话 会建议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换 立根电影 怎么说有数据支撑吗 来 有 先说是因为数据 之前我们做过测试 就是S4什么都不改 只换一个中冷器 轮上大了20多匹 然后呢 然后它为什么会马迪变大了 进气温度低了呀 进气温度低了30多度 低了30多度 低了30多度 夏天室温356度的时候 4档一直拉到尾 进气温度都80多多 低了30几度 就到50几度了 这个发动机 听你一说 它到了那么大的马力 它也没有变脆 就没有那么脆弱 没有那么脆弱 那有什么烧机油之类的现象 有吗 没有 没有 那这个发动机就很强了 这发动机真的很强 但是切记 这国六的时候 不要用错机油 是 那这车应该是用什么机油 VW508 509 两个标准的一个认证 大标准 机油标准 应该是020吧 你那么大马力还用020吧 我当然不用020了 就是官方它会建议 对 不要用错机油的 那如果说到了你这个马力 一般你建议用什么样的机油 我建议就提升一个到两个级别 年度就够了 5W40之类的这种 那你有什么几个推荐方案 比如说套餐一套餐二 其实像S4 S5 A6 A7 3.0T 就包括Q7 Q8 A8 只要是EA839 3.0T的 一般一间你可以什么都不改 就直接刷一程序 基本上能倒个390匹左右 配合高流量的三元 然后高流量的排气前管 然后再换一个中冷气 你基本上就属于2G了 差不多能倒个400 翻到450匹 这也要看你有什么机油 比如说我95和98会有很明显差别 有很明显 很明显 那95大概到 95大概就430匹左右 那98呢 98能到450 你说的是轮上还是8000匹 翻个滴马力 如果2G的基础上你再加一水喷 马力就更大了 再还能倒个480匹左右 然后再下去是哪个 你有了2G这些东西之后 你直接换一个涡轮就好了 那涡轮的话 现在一般你有没有什么选择 还是只有就3582 标准化的东西嘛 就这个上去就行了 对3582对应的范围很大 对应马力范围很大 你从550匹到750匹都用这个 那还有我们以前的那种什么 起压买压之类的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些问题 3200转已经扭矩最大了 哦3200转 对对对 3200就已经到最大扭矩了 那它多少转转有呢 你可以调变速箱换挡点啊 我们一般民用车买菜车的话 就放到6900到7000吧 我们不换压力传碗器的话 就不换那个发动机上的 两个压力传碗器 增压就最高到2.15嘛 这个水平的话 基本上04已经能 跑到10秒小几了 那原厂它多少个了 原厂峰值1.5几 而且原厂涡轮很小啊 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啊 就开车车都喜欢 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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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时改握握改的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怎么改怎么改都不快 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种 经历啊 包括钱啊在上面感情也有啊 然后但是这个车就是它的极限在那里摆着呢 所以说那就想的是 看换一条路试试看 然后就想的是说然后四五十万的预算 然后S那时候也是性感比比较高嘛 所以就考虑买了这样一台车 我那款车当时就是应该是19款吧 它当时是配的P0的那个胎 那个胎完全抓不住 就是在二阶的状态下就已经是疯狂打滑了 就完全不够用 我换的是这个轮毂 然后换了一个更小一号的轮毂 更小一号的 对换了一个18寸的轮毂 因为原厂是配的19 然后为了就是做成绩嘛 然后换了一个18寸的轮毂 然后配上那个Husser轮胎 然后当时在这个封闭的场地里 当时测试是04是10秒4 我在车牙上就上船 那个成绩做的很早 现在可能成绩不是很快 但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在10秒出头 然后我那个车也没有拆 只是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状态 然后只是看看像这个车有能做到多快 对2020年夏天 当时跑了10秒4了 已经很快了 那时候因为也是没有 就是咱们国内好像还没有特别好的比赛 因为20年是刚有疫情嘛 比赛都停了 所以说也没法去跑 这么猛的一个S4你日常代步开了 对啊日常代步 然后而且这个车超省油 超省油 什么600匹省油 对特别省油 我都不相信 但是确实很省油 比如我们 就是跟我们一个圈子里面 就是以前改Word这些人 跟他们相比他们的马力比我少一半 但是油耗还比我高 那你600匹油耗多少 大概我开的话 10个左右 10个 哎呀 你600匹油耗才10升 有那坡911 我在乘的油耗大的一笔 因为你那个是20年前的911 20年前的 15年前 15年前 50首911 那582你要说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就是 它跟原厂的涡轮相比的低扭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 就是很细微的这种区别 就是你很敏感的话 你能感觉到确实低扭会有一点差 但是日常使用来说我们没有关系的 我们本身这个是两年前的调教技术 哎呀 哎呀 哎呀呀 保留啊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358我们都做了改进 做什么改进敢说吗 刚才是更轻啊 3600转 我就 保这个车 能满压2.1个版 那几个就是弹射的时候就直接对它压力出 对弹射就直接1.8 1.9两个版就弹出去了 那这轮胎轮胎又得升低了 那对传动系统的压力 然后我们有应有客户的业力变局器被烧了 弹射的时候被烧了 那现在开什么样 那你S4卖了 最新的M44区 M44区啊 对 S58碾压1.839 对 真的吗 我完全碾压 就毫无余力的碾压 那你明明已经那么 随便一换就那么大马力还碾压了 所以S58才是 S58就等于3接 1.839 你知道吗 他原厂就可以做到3接3582的S4的水平 但是价格也跟S4不一样 那倒是 那倒是 这是RM performance不一样好吧 是不一样 那下一期的节目我的车型 我们就定了 这就M4了 你这个拍之前不准卖 你跟我说 糯米糯米的一贯风格就是这样 对吧 你就到了不管到哪 蹭吃蹭喝蹭车 吃哪哪 还得从这里面拿走点水 拿走点饮料 吃呗 哎呀 那这么说 奖品有不了 奖品啊 奖品 奖品讲个小姐姐吧 什么小姐 上一期 拍你 你说送什么陈屑什么 我都没有给你送 我都没给产生成本 是吗 送一点 对吧 能够给粉丝直接带来福利的 有用的 不管什么车型 它都能用的 不要说是汽油车电动车 我们大家都能用的 汽油车都能用的我有 但是电动车就真用不了了 来吧 什么 对有的汽油添加地用吗 哦 哎那快递交给你啊 那个添加技术发货 很麻烦 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因为很麻烦 对 好吧 那好 那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